人生病了需要看医生 那你有想过艺术品生病了要怎么办吗 文物修复师蔡顺任 他是台湾第一个取得意大利油画修复执照的台湾人 也是第一位进入乌菲斯美术馆 协助修复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画作的台湾修复师 游历欧美十年 他为了台湾的文物回来 落脚在台南修复台湾的庙语绘画 而且他也做修复知识的推广教育 提着画笔聚精会神的调色修补 学员们体验恢复破损的复制画 老师是他 台湾第一位取得意大利油画修复执照的蔡顺任 在里面去想一想 怎么样让他与周边连接 这时候你就会去怎么样观察周边有什么东西 这就是修复上面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都没有老师教你们这些事情 出去做骨骑骨骑不就挂掉了 这些修复经验坛是蔡顺任游历欧美十年所得到的体悟 有很多的基本功 那从我自己本身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熟练的 必须要有手工智慧 你才能够操纵这些器材 为了修好自己的油画创作 蔡顺任26岁时飞到意大利肥冷脆 从修复工房的学徒开始 历经艰苦的学习 成为台湾第一位进入吴飞兹美术馆 修复欧洲绘画之父乔托的作品 再到美国纽奥梁 成功修复17世纪的贵族肖像画 一路走来他现在落脚台南 用他的专业保护台湾的文物 佣敏花棒仔细擦掉旧油保护层 原始画作上一条一条门绳武将的胡须 再次绽放光彩 这是蔡顺任返台后 修复文物上最迫切的任务 这是被冲突的 最后大概40年之后被冲突的一程 然后还有30年冲突就先在这里 还有这比较灰红色的是 大概20到10多年前被冲突的一程 然后再来就是潘粒水原来的东西 这种油漆类水仪器在年代久远之后 它基本上会造成一些 只会有一些褪色的现象 不可能变紫色 工作室中一扇扇高大的门绳 都是已故的民族艺师潘粒水的画作 因为近几年的不当收复 潘粒水的原作逐渐减少消失 蔡顺任办收复体验营 要从教学中推广骨迹收复的 正确观念 我相信台湾的最重要的问题 都在于速度太快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吸收这些专业 或利用这些使用这些专业 包括在台南 其实在台南也一样 它有太多的古籍也是被破坏的 然后也是政府无能为力的 但是我就想说 或许我们把这些批评 或者是这些愤怒的力量 转化成我们来真的把样本做出来 不是那种修起来变全新的 也不是一定修起来就一定要破坏烂烂的 还在那边硬要讲 富旧如旧修旧如旧什么 扳一大堆法条下来的 三年多来 蔡顺任走遍全台湾演讲 收复古迹 现在包括波兰驻台办事处主任 台南八级进官地厅等收藏家 委托者都开始认同他 用他的方法收复文物化作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开始 能够慢慢了解这件事情 那包括年轻人 更重要的是包括妙宫 上一辈老一辈的人 也开始可以比较了解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叫他百分之百接受 但是我一样的心态就是 我也可以说故事给你听 那但是更实际的是 我让你看到说这个东西 实际上可以做出来 比如说话我会说 那你要不要 那如果慢慢的台湾可以接受 我相信这个改变会发生 蔡顺任带着五人团队 和一股保护家乡文化资产的热忱 要让台湾人了解 台湾文物最好的修复方式